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焦点新闻 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 美国史上最大的泡沫来临 一旦破灭将是灾难性的 美国在线血腥周末 至少发生7起枪击事件造成5死27伤 美国参议院跨党派达成控枪安全初步协议 FDA辉瑞疫苗对6个月至4岁幼童安全有效 中金公司调查结果 2.2亿中国人月收入低于500元 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美国市场出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全球首富、华尔街投行、前美联储高官、 经济学教授等业内权威 都对美国经济似乎越来越悲观 在最新的采访中 黑天鹅基金环球投资首席投资官 马克·斯皮茨纳格尔表示 金融体系最容易受到人类历史上最大信用债泡沫的冲击 如果这个泡沫破灭 那将是所有人所见过的最灾难性的市场失灵 当前美国信用债市场主要由市政债与公司债共同构成 美国信用债未来5年平均到期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且投机级占比持续提升 加大企业端偿债压力 德意志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 如果经济衰退如预测的那样在明年年底到来 通胀水平维持在高位 那么预计美国垃圾债违约率将达到10.3%左右的峰值 更明确的信号是 嗅觉最敏锐的桥水基金已经开始做空欧美公司债 媒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 今年4月 桥水基金已经开始运用一揽子信用衍生品做空了欧美公司债 另外滚烫的美国楼市也传来了危险的信号 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新房的销售量创9年以来的环比最大跌幅 另有数据显示 5月美国活跃挂牌的楼市库存同比上升8% 是数年来美国楼市的重大转折点 越来越多的卖家开始加速抛售套现 美国的抵押贷款需求量更是跌至22年来的最低水平 吹起泡沫 刺破泡沫 美联储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目前来看 美股的持续暴跌与房地产退烧 仍旧不是美联储最担忧的问题 最燃眉知己的问题仍然是爆表的通胀率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施压下 美联储的加息风暴或许会更为猛烈 华尔街甚至已经开始讨论 美联储单次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 在分析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时 美国前财长 县值哈佛教授萨莫斯更是直白地表示 历史告诉我们 当通胀超过4%且失业率低于40% 美国经济两年内就会步入衰退 当前美国没有工具能够平稳地使经济软着陆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13日援引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称 在刚过去的两个休息日 全美各地至少发生了7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5人死亡 27人受伤 报道称 12日凌晨2点左右 印第安那州加里市一家夜店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男一女死亡 另有4人受伤 当天凌晨4点左右 新奥尔良市中心 一十字路口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4人受伤 此前一天 11日晚上10点左右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郊区 一永驰派队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名男子死亡 另有两人受伤 当晚9点左右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 一座大桥附近也发生枪击事件 5名青少年受伤 11日 底特律一处短期租赁房屋 举行的单身派对上也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4人中枪 均无生命危险 当天下午3点20分左右 芝加哥南部地区发生枪击事件 有人驾驶汽车向人群开枪 造成5人受伤 其中1人伤势严重 10日晚11点30分左右 佐治亚州迪凯特县的一家餐厅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名48岁的男子死亡 另有3名男子受伤 报道还称 自5月14日 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至10人死亡以来 全美至少发生了6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平均每天2起 美国参议院一跨党派小组经过三周的密集磋商 终于在6月12日就一项新的控枪安全法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说 这是遏制枪械暴力的重要步骤 但参议院提出的措施远不及他所希望达到的要求 纽约时报报道 新枪控安全法案由民主党籍参议员莫菲 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牵头 由10名民主党议员和10名共和党议员共同提出 内容包括加强背景调查 给予当局更多时间调查21岁以下 潜在构枪者的少年和心理健康记录 并首次将禁止拥枪令 扩大至涉及家庭暴力的约会对象 新法案还支持周红旗法律 禁止具有潜在危险的人拥枪 以及打击为无法通过构枪审查的人代构枪械者 拜登发表声明说 法案显然没有纳入所有我认为应该做的事 但它还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将是数十年来国会提出的最重要的枪械安全法案 拜登说 在两党的支持下 我们没有任何拖延的理由 参议院和众议院也没有理由不让这些法案迅速通过 墨菲周日接受采访时说 他希望参议院能在8月初或8月前就通过空枪法案 他们周一早上就会着手撰写法案文本 全国步枪协会女发言人说 在参议院敲定法案文本之前 他们不会就新的空枪框架协议表明立场 他强调 全国步枪协会反对剥夺美国人拥枪权利的任何举措 美国FDA说 辉瑞新冠疫苗对6个月至4岁的儿童是安全和有效的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FDA审查人员12日晚上 发布针对辉瑞临床试验数据的分析简报 根据他们的评估 6个月至4岁年龄段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安全问题 美国FDA外部顾问小组将于6月15日开会 FDA的决定将取决于外部顾问小组的建议 FDA人员在周日的简报会中说 根据现有的数据 接种3剂辉瑞疫苗可以有效预防6个月至4岁儿童感染新冠病毒 针对辉瑞疫苗进行的一项早期数据分析 是以奥米克戎变种毒株为主流传播毒株时期的 时期有症状的新冠确诊病例为依据 他们的分析显示 辉瑞疫苗对5岁以下儿童预防新冠的有效性为80.3%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尚未批准为6岁以下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由于5至11岁儿童对接种新冠疫苗的需求一直很低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父母会为年幼子女接种新冠疫苗 如果美国FDA和CDC批准幼童接种新冠疫苗 拜登政府预计最快会在6月21日开放让幼童进行接种 近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家庭为单位 将中国14亿人的人均月收入分为11个等级 每个等级的收入人数各不同 月收入为0的有546万人 月收入0到500元的有2.1589亿人 月收入500到800元的有2.0203亿人 月收入800到1000元的有1.2404亿人 也就是说低于500元月收入的超过2亿人 在1000元以下的约5.5亿人 月收入1000到1500元的有2.4389亿人 月收入在1500到2000元的有1.7263亿人 月收入2000到3000元的有2.0735亿人 月收入3000到5000元的有1.5695亿人 由此可以计算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 有13亿点2824亿人 占总人口的94.87% 也就是说如果月收入超过5000元 那就基本上超过了95%左右的人 月收入5000到1万的人有6328万人 1万到2万有784万人 2万元以上仅有70万人 月收入2万以上的人数让很多人表示不相信 尤其是这两年闹招工慌 动不动有些岗位就说月薪2万 月薪1.5万招不到人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很多都是噱头 高收入人群真的没有那么多 今年5月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 202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97379元 算下来平均每月就是8,115元 也就是超过了5000元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是非私营单位 也就是国企 国企数量有限 员工数量也不会太多 其次是平均的水平 低收入被平均了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5万7727元 平均下来每月是4811元 低于5000元 从个税的缴纳人数来看 2018年中国进行了个税改革 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了5000元 随即纳税人数快速下降到了6400万人 和中金公司的数据相符 外出就餐 哪家餐厅最好吃 律师 会计师 及时 找谁最靠谱 装修搬家 找谁最安心 到纽约华人资讯网 商家点评 海量本地商家 真实点评 您的纽约生活指南 纽约华人资讯网 商家的点评 倚您的信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